艾菲尔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不喜欢应酬 不喜欢交朋友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喜欢应酬 不是说不喜欢交朋友 而是觉得说应酬可能会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或困扰 我们看看哪些星座朋友 他比较有智慧 太阳上升跟月亮的星座 我们要一起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亮跟我们的内心世界有关 也跟我们的潜意识有关 也跟我们比较细腻的 这个内心的想法有关 来观众朋友来关心一下你自己 太阳上升月亮 如果是落在金牛座的话 那我就有上榜了 那不喜欢应酬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不喜欢陌生人多的场合 对于金牛座的朋友来讲 其实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完美形象 也很重视自己的这种 不要就是凸贼 或是不要有出糗的 这样的一个行径 那但是在应酬的场合 难免就是要大家喝酒 难免要唱歌 难免会有一些这种 可能自己的一些不好的 或者是小动作 或是让自己觉得丢脸的一些小行为 表现出来 所以对金牛座来讲 他就觉得很怕这种应酬的场合 因为他觉得跟陌生人太多的时候 他容易紧张 而且他觉得跟陌生人 不知道讲什么话 有时候硬要去编造一些这种故事 或情境或者是回忆 他觉得真的好累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我们访谈节目 金牛座很难访 真的 都不想讲话 你们处女也很讨厌 有吗 有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这个太阳上升月亮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 处女座 马上就 对 也是不喜欢应酬的 来看一下处女座 不喜欢应酬的原因 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忙 而且他觉得应酬真的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因为对于处女座朋友来讲 他就是以工作效率 工作时间 工作节奏 以及工作当中有计划为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应酬应该是工作以外的事情 所以其实不必放在生活当中这么样重视的一个时间 他觉得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作 把工作做完就好了 至于工作以外的应酬 他觉得说这个部分好像跟我们工作的本质无关 那很多人会说 应酬可以帮助你工作的业绩提升 或可以帮助你工作当中 拉拢更多的人脉或者人际关系 但对处女座来讲 他觉得这样太虚假了 如果是因为要攀关系 而才能够建立起工作当中的一种品牌或形象的话 他觉得这样的关系 好像对他自己的付出是打折扣的 所以对处女座的朋友来讲 他觉得说平常工作已经很忙了 还要在工作以外浪费时间去应酬 那真的是浪费时间 那么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月亮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 看看是不是我们观众朋友来宾有上榜 来就是摩羯座了 我们的秀惠姐的月亮在摩羯座 我们的穷梅姐的太阳星座在摩羯座 你们三个五三个女生 我们的静雯的这个上升处女都有上榜 太阳跟上升都有上榜 来看一下摩羯座为什么不喜欢应酬 简单就是怕尴尬 他觉得应酬真的超级累人 刚刚秀惠姐所讲的就觉得说 应酬真的就是状况百出 不只要照顾自己还要担心自己的安危 还要担心同心朋友的安危 或者是说这个尴尬的场面 就是说人家可能太过热情 但其实你不是这么样热情的 或者说你不是这么样的 想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一些私生活 都摊开在自己的朋友的面前的话 你就觉得说应酬真的是一个 会有一点尴尬的感觉 而且应酬的时间又那么长 有时候要过十二点 有时候还要再续拖 第二拖第三拖 而且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喝酒 或者是说出球 或者是说这个出行的危险的问题 对摩羯座来讲 他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生活风险 应该要避免 因此有上榜的朋友 金牛座 处女座以及摩羯座 他们对于这个不喜欢应酬 其实都有各自的理由 给你做参考